我們今天是沒有確診的病例 我想這可以讓大家高興一天 記者會議開始就公布好消息 上一次臨本土出現在1月1號 接下來因為有旅館群聚改判本土案例 再加上陶肌清潔婦確診延燒 如今睽違68天 嘉陵總算回來了 目前監測中傳播鏈也只剩下3案 包含11號期滿宜蘭境外移入家庭群聚 新北台北涮涮鍋延伸 以及必須監測到3月21號 擴及三縣市旅遊團案 政府油內防堵擴大匡列 也從外防守境外移入 現在竟然還有民眾想鑽漏洞 利用台北市提供的公費PCR 取代出國必需繳交的自費裁檢報告 還上網PO文跟網友炫耀 省下3500元 台北市衛生局緊急作出回應 聲明因為裁檢報告屬於病例一部分 以醫療法確實可以提供銀本 但是有提醒切勿不當使用 那從上面已經取得了PCR證明 但如果剛好要出國 你也不需要再去重測 那符合對方國家的要求 的一個時序內的 大概就可以符合這樣的一個要求 如果採檢後剛好有出國需求 陳時中認為沒有必要再重測 但是為了省下自費PCR費用 濫用國家資源行為不可取 正式會防衛中和網友釋放波多 採檢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